今天介绍这款D-200-1A管道疏通机的使用方法 它的疏通管径范围是50到200毫米 配备一排直径30毫米的软轴 它是由4跟4.6米的软轴组长 疏通最大长度是60毫米 还有一根保护导管 一部保护手套 机器配备六种刀头 根据主色情况不同选择适合的刀头 这是一个正反转开关 FOR表示正转 REV表示反转 注意,仅在软轴被卡住的情况下使用反转 这是离合器 压下手柄 离合上的卡转能够夹住软轴 再动软轴旋转 先将保护导管安装在机器的尾部 从软轴框里取出一根软轴 放入机器中 将软轴的母头由机器的前部插入 选择要输通管精的刀头 安装在软轴上 刀头连接好后 将软轴插入主色的管道内 直到遇到主色物 将机器开关打到正转位置 左手 左手把一块软轴 右手拌压轴柄 左手将软轴推入道到主色物的位置 从这个动作直到缓到完全出锁 在管道疏通完成后 将软轴从管道内拔出 去估计收获住 温网桑 提国 判